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舱外台北市的街景不断飞过 从台北101飞到总统府只要三秒钟 最讲究编队和技术的雷虎小组 从舱内看出去依旧整齐一致 飞行员一边飞行一边注意跟辽机的编队距离 飞机之间只有两个成人肩膀宽 飞行员得胆大心细才能完成任务 不只战机大方一踩还有直升机编队 气努客运输直升机底下挂着一面巨幅国旗 就在国歌响起同时 同时通过了总统府上空 后方还有跟着黑鹰直升机的编队一起前进 机队在松山机场起降场面壮观 气努客和黑鹰直升机在空中 就像小学生排队一样 其中气努客要雕挂巨幅国旗 底下还要绑上600磅油桶 让国旗稳定飘扬 地面的宪兵快返帘也成为亮点 象征国军不分性别都能扛起重任 白色车身与迷彩装扮 穿着战斗各装的快速反应帘 宪兵重机在扶前展开高超驾驶技术 白绿交织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快速反应帘宪兵身上扛的是国造 红准火箭炮身上扛枪还要带重装备 全完全不影响机车操控技巧 国军就有战机冲场 地面快返帘上阵 在国庆展现金石战力 三城五城明星光车 泰白老